今天是抱著一個非常沉痛 而且非常憤怒的心情來開這個記者會 那一包20塊的壽面 竟然在大選期間被指控匯選 然後呢導致我們在台北市的一些里長 在今天一大早的時候 被調查局約談 有的人到現在都還沒有出來 那據說呢是這個檢察官指定要辦徐曉星 所以呢已經大動作的準備了一個月左右 我大概在一個月之前就聽說這件事情 甚至傳說我的電話目前是被 檢方監聽跟掛線的狀態 那我因為一直以來都站在最前線 對抗民進黨揭露很多不公不義的事情 那所以一直以來民進黨盯我也盯得很緊 那所以我做事一向都是謹守本分非常小心 而且呢做任何事之前 我們都先問過律師才決定事情要不要做 但非常遺憾的是 明天是我的競選總部成立大會 今天減掉凌晨6點去敲我們里長的門把人帶走 一直到剛才調查局的人的車子都不斷的在里長的家門口 不斷到現在都還在徘徊 找了領長威脅恐嚇 找了里幹事一樣是威脅恐嚇 這個都是在八月的時候九月的時候 我們的地方活動 卻在競選登記以後我的競選總部成立的前一天 減掉大規模的請里長去泡茶 這對我作為候選人來說無益於就是要去嚇他們 讓他們不敢站出來支持我們 可是我必須說台北市的基層里長不是被民進黨這樣嚇搭的 我的競爭對手這麼做惡意的檢舉 只會導致我們基層的民意沸騰非常的不爽 因為我們做事都清清白白 依法辦事 沒有任何會選的嫌疑 那首先呢我要先各位報告 今天早上大概凌晨6點的時候 我們里長的大門被這個敲 然後呢就進來說要搜索 那這個傳票上面呢 待會我晚一點給大家再看這個傳票 我先用手機給大家看 這個傳票上面寫著法務部調查局台北調查處的通知書 那要求到案的時間竟然寫12月1號的零時零分 面對我們的基層里長要在凌晨12點的時候要求對方到案 那當然是不可能嘛 他給的通知書上面寫的是 12月1號禮拜五的零時零分要到案 然後呢在6點的時候去敲對方的門把對方帶走 所以我要問 你們今天檢調是不是就是在政治辦案 尤其是呢開始去搜查之後要看人家的手機 要看人家的對話記錄 然後呢用各種的方式引導對方 希望呢能夠建構出一個徐曉星會選的假象 那我知道大家都很關心到底是什麼樣的事件被調查 我直接給各位看是在今年10月22號的時候這個是公開張貼在我們社區布告欄上的活動 上面寫得非常清楚重陽敬老感恩活動10月22號星期六早上10點好在某一個地方 那呢長輩可以攜帶千分證或健保卡領取 理辦公處他們發放的壽面跟14公升的垃圾袋一包數量有限發完為止 底下才另外付出了特別感謝徐曉星議員額外贊助的壽面以及環保購物袋 所以很清楚的是 理辦公室發的東西跟我發的東西是分別的 在文宣上就非常清楚了 哪一項物品是誰給的 當時我們在文宣上面就寫得清清楚楚 所以我在這場活動所提供的 只有一包20塊錢的壽面 以及一個環保購物袋價值大概4塊錢台幣 我直接提供給大家看 這個是 當時我們的對話收據 你好 10月18號壽面五箱 一箱是100包吧100包 好那請你匯款總共金額是2000塊 這個是一個我們當時就留下的證據 證明了壽面一包最高其實就是20塊 可能我們還買貴了 網路上很多一包才8塊錢的 那甚至上面網路上你要找到一包超過30塊錢的 非常困難 所以我就問 一包20塊錢的壽面要怎麼樣去影響大家選民的投票意願 這根本不可能 雖然我也知道 所謂的法務部的30塊的標準是一個概念 可是問題是在重陽節的過程當中 我作為一個現任的議員 跟禮辦公處一起合辦活動 我們分頭的 去 他發他的 我發我的 只是我們一起聯合辦活動 另外一張單子更清楚了 這兩份文宣都是當時在禮上發的 這個是重陽敬老感恩活動 這一包面不是我的面 這一包面是禮長他們所發放的面 所以上面沒有我 所以我是在活動之外 另外加發 送給我們的禮民朋友 長輩 一包壽面 祝他們久久重陽節安康 再給大家重複看一次 一包面線的金額 就是20塊以下 不到30塊 好 那當天呢 除了 我之外 有很多的民意代表 人也在現場 給大家看第一位 這是民進黨的議員 也參加了這個活動 所以我們當天的活動是 公開 所有人都能夠來參加的 並非獨厚徐草新一個人 再來 我的選舉的競爭對手來到現場發放銅鑼燒 檢調怎麼不去辦他 同一個活動的現場 我的競爭對手也可以跟每一個人去打招呼 跟每一個人去請託支持 然後呢他也發送了他自己的銅鑼燒給每一個禮民朋友 那為什麼今天要被調查的 里長 當調查局進來搜的時候 里長說這裡有許淑華當時這個送的這個銅鑼燒 他們說我不要這個我要許曉新的袋子 檢調是針對性進來辦案的 檢調到里長加搜索的時候只要許曉新的東西 就是針對性來辦案 所以這場活動 我再次證明了 所有的選區議員 任何人 都可以來參加 並不是為許曉新單獨辦的一場活動 從來就不是 再來 當時發放的時候是這樣子發的 給大家看怎麼發 這個大包的不是我的面喔 我的面是旁邊小到不能再小的這一包 畢竟一包才20塊也不可能多大 所以當下發放的包含一包垃圾袋 一個壽面 然後呢 一個拉面一個我的這個壽面 然後底下這個白色的請大家仔細看 這是我們張維元議員所發放的購物袋 大家有看到嗎 我再給大家看更清楚一點 來 這裡有兩種顏色的袋子 白色的是我們詹議員的 紅色的是我的 我們兩個都是台北市的議員 其實 在當下現場 排好一整包的時候 是一包拉面 一包售面 一包 垃圾袋跟詹議員 的 購物袋 只是因為 他們東西比較多 所以可能這個 詹議員袋子比較小放不下 所以呢大家就拿了我的袋子之後 裝在袋子裡面 如今檢調竟然認為 因為東西都裝在我的袋子裡 所以拉面也算我的 垃圾袋也算我的 然後我的售面當然算我的 可以這樣嗎 檢調可以這樣子的去引導性的辦案做政治追殺嗎 再給大家看另外一張 更清楚 這個其實當下 裝的時候他們所發的袋子是白色的袋子 那我們在隔壁另外再發紅色的袋子 那李明有需要的時候他就把他裝到袋子裡面 金紙而已 一個袋子不過是4塊錢 一個 壽面我發那個那麼小包的不過是20塊錢 再來 我們里長所發的面上面是有寫他是所謂的李辦宣導品的跟徐曉星完全無關 我的面上面有貼我的東西他的上面有貼他的識別 所以是非常清楚的不會導致民眾去誤會說這全部的東西都是徐曉星提供不會 上至當時張天的文宣寫的很明白 下次當天 發放這些物資的時候 你看 相關的宣導品在後面 做 資源回收的宣導 在這個地方也很清楚的提到了 這個是所謂 李辦公室的資源回收的宣導品 如果今天只是因為東西裝在某一個人的袋子裡面 這就是某一個人 所買的 那我的競爭對手也有發袋子啊 也是一樣 領到的東西 放在他的袋子裡啊 難道我會這麼白癡的去檢舉他會選嗎 我不會 我還是一個有良知有智商的人不做這麼愚蠢的事情 所以 當我的競爭對手惡意檢舉的時候 我要告訴大家 當時 在選立法委員的鄭文燦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候選人鄭文燦 他透過拉麵去拉票 我就請問這個麵比我還要大包 減掉怎麼沒有去辦他 難道今天連文宣品 連小額的李正平都是綠能你不能嗎 同樣是立法委員的候選人 為什麼鄭文燦可以送拉麵拉票 結果呢我們只是配合 禮上辦理重陽節的活動 提供 小額 不到20塊錢 的李正平送給我們的長輩 要被剪掉這樣子去做政治追殺 甚至我們過去看到了 鹽寬橫炒米粉被查 林進一送霸完沒事 我們減掉 真的要做到這樣子綠能你不能嗎 真的是非常誇張的一件事情 所以 我要再次跟大家做一個清楚的 報告跟整理 我今天臉書上也有提到了 我們的壽面跟里長的 是分開購買 我也出示了我們的購買的 憑證資料 一包只有20塊 不到30塊的標準 在過程當中 我們在發送這些物質當中 都是跟大家問好 也沒有任何的競選 動算 一定要投給徐曉信 才能領壽面 沒有這種白痴情結出現在現場 如果有的話 現場有民進黨的議員啊 我們就不講民進黨的議員了 現場我的競爭對手就在 也在發送他自己的文宣品跟大家拉票啊 那為什麼明明 照片這麼清楚 檢調去查的時候 他說他只要徐曉信的東西 這就是針對我 他就是針對性的 再來 重陽敬老活動是例行性的舉辦 那每年都會辦 然後呢 各黨派的議員 平時 也都會參與 跟選舉一點關係都沒有 最後我們要再提一下這個購物貸 因為呢 為什麼要一直講購物貸 我也覺得很白痴 但是 因為 檢調今天去搜的時候 就一直問說 購物貸給我 我要找購物貸 我要找那個紅色的購物貸 拜託好不好 購物貸一個才4塊錢 有沒有嘗試啊 好 總之呢 這個袋子上面寫的是 台北市議員 徐曉星 也沒有提到任何的 立法委員的競選過程 沒有 這個是我從 包含我 議員選舉的時候都有在發的一個紅色的購物袋 所以我就覺得檢調很奇怪 為什麼調查局的人到現場的時候要一直去找這個紅色的袋子 上面就是寫台北市議員 沒有提到候選人 沒有提到任何選舉的內容 那除了我剛剛講的這個 很詭異的壽命事件之外 今天還有另外的幾位里長 他們是因為舉辦了一個活動 在8月17號 的晚上 他是 松山區里長的這個服務促進會 那這個本來就是他們有這個促進會會定期的吃飯會聚會 那當時的我們所有的議員 都是被邀請的對象 那我也到了現場 就這樣而已 那也有兩位里長 因為這個事件被檢調在今天同一天 做調查 所以可以看到 檢調今天選在我的 競選總部成立大會之前 是大規模的去搜索 施加壓力給里長 讓基層的里長感到憂心感到害怕 甚至他是一種抹黑的行為 我徐曉星敢站在媒體前面監督民進黨 我就不怕你民進黨來查我 但是我必須要提醒民進黨我必須要提醒新潮流 當你們在做這種下三爛的事情的時候 引發的會是全民的怒吼 因為 我們台北市的里長 我們台北市的議員 我們台北市的候選人 不是吃素的 不是被嚇大的 這樣子的恐嚇跟威脅 變相的施壓 我們真的不怕 我們只是對民進黨 尤其是新潮流的選舉奧部 感到非常的遺憾 以及感到非常的 羞恥 竟然今年選到2024年了 還有人在玩這種惡劣的小招數 小遊戲 以為會有用 所以 行的正 做的直 我們不怕任何的抹黑 減掉油種來扮我 不要每天抓著基層里長去嚇他們 過去你們在台中嚇過 過去在很多地方嚇過 最後到底有哪幾件是真的有被扮的 所以所有的包含收據包含資料 我們都準備得好好的 不要以為這樣子去嚇人 是可以影響選情 所以也希望所有的 民眾 所有的好朋友 擦亮眼睛 看看每一次選舉的時候 是誰在說出謊言 是誰在說出謊言 是誰在出這些 意圖影響 選舉 使人不當選 那接下來呢 我們也會繼續的 往前努力 哪怕是明天6點如果 檢方把我帶走了 導致於12月1號 2號 我們的競選總部成立大會 對我人沒到 我們也一樣照常辦理 在威權的前面 我們絕對不會退後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異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質 變好囉 那你知道 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 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異生菌 我才認識了 這個克菲爾異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異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 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 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 證實克菲爾異生菌 不僅是幫助 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 腸腦軸 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 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